以赵瓦石相当于电池组的总容量达到1000度的电量 是当前深海装备携带能源容量的最大值 这个技术使能源系统集成与管理技术实现了突破 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据介绍赵瓦石级别的能源系统将为原位实验室所携带的 高性能传感探测设备等实验系统提供长期的能源供给 支撑开展无人无览职守条件下的智能探测与原位实验 管制能监测 该航次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10家单位参与实施 整个系统将在航次结束后 继续在海底进行运行试验 并在后续接入更多的智能化无人实验 探测及信息传输系统 整个原位科学实验站系统在海底全自主工作 能够进行自身状态的监测和智能管理 所有的数据通过深海华阳机中机通信 定期传回暗机的控制中心 同时也可以对科学实验站进行远程的控制 感谢观看